就是针对在我们范例题里面 那个有一题就是数学函数里面的那个 在这边这个范例档里面的数学函数 里面的那个叫做康义福 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函数叫康义福 乐透彩的中奖几率统计 OK那其实这个这一题打开之后的话 我们主要统计什么呢 统计这个就是乐透彩 它的规则是这样 就是它的号码是1到42号 OK1到42号 然后呢每一期开出来的这个号码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工作表 叫做101年 也是101年里面 它的号码在低栏到追栏 那每一期它的规则这样 它开奖一定是开6个号码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就是说基本上这边的号码里面 我想知道一下 在101年里面 哪一个号码开出的几率是最高的 那当然你要讲几率之前 可能要先算一下 它那个1号开出来 在101年1号到底开出几次 OK几次的那个 比如说这边有1号 这边有1号嘛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现在并不是说 我要自己用眼睛去看 不是用人工去数 因为如果你用人工去数 那你天哪 这数到什么时候 而且你还会 眼睛还会看错 那如果说今天我要用电脑 帮我完成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是相当简单的 也就是说这边的话 当然切记 以后如果你要算什么 算哪一个资料 它的总共的出现的次数的话 千万记得不要用眼睛看 因为有些有里面 就是不希望你用眼睛去数 可是问题你要怎么样知道说 这里面到底 1号出现的次数是几次 然后第二个的话 如果说你要算几率的话 第一个你先算出 1号出现几次 再把它除以什么呢 除以它这个范围里面 总共的数字到底有几个 有没有 出现的号码 除以总共全部的号码 那就是它的几率了 所以这里 几率你不要把它看得很复杂 反正很简单 就是出现的次数 除以总共有几个数字 就是它的几率了 OK 所以101年做完 102年一样可以做完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把它两个几率加起来 然后算排名 OK 这一题大概是这样的 你不要把它看得很难 那其实呢 当然如果你有在买乐透彩 因为如果你希望 将来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话 OK 不用打工的话 那当然有的人就会定时的买一些 不过哪一个号码出现机 那你可能就是花一点时间研究吧 假设吧 不过我看应该会买的好像都偏年纪大 因为网路上面我之前有录影 就会有一些网路上的人就问我说 怎么算这个几率 算名牌 那当然不是我主要 我主要目的是了解Excel的函数而已 OK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算 那在了解这一题之前 请各位先开启另外一道题 在数学 这个 也要数学函数里面 有一个叫数学函数的这个范例档 那请各位先把这个范例档里面切到那个康义符 其实主要我们是要了解 这个看一下 康义符号先切到康义这个 康义这个工作表里面 假如说这个范围里面 我想要知道有四个讯息 四个讯息 第一个是说这个范围里面 有几个是数字 你会发现 当然也不是叫你用眼睛数 一二三 这个不是 四五六 数完 那当然有可能 第一个浪费时间 第二个的话 很容易数错 OK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 告诉我这个范围里面 有多少是有资料 有资料就是跟对应跟没资料 有没有 这个是没有资料 这个是有资料 有的资料里面 一定是数字 其他数字 其他的资料也可以 像中文 像这个true force 有没有 也OK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我想知道 哪 这边有几个是空白的 空白 我怎么知道 当然不是叫你用一二三 那边数 那当然也会数错 然后还有呢 这个范围呢 第四个问题是说 如果这个范围是数字 而且要大于30 有几个 大于30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像Excel里面提供的工具 主要就是不希望 你用眼睛去看 也就是说 眼睛去看的话 第一个伤眼力 第二个的话 没有效率 再来的话 其实也很容易做错 那当然 Excel是希望说 你要懂得用哪一个函数 可以解决 刚刚讲的这四个问题 那这四个问题 其实答案就在这里 所以请你插入函数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解决 刚刚那个问题的话 请你找到统计类的函数 OK 这一类 OK 那以后的话 反正你要做一些资料的统计 都可以在这一类里面找到答案 那其中的话呢 我刚刚那个四个 四个的这个 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其实就是在 KONZER开头的 那KONZER顾名是C KONZER其实英文意思就是 算几个就是几个 算几个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KONZER 这就特别注意哦 而且每一个函数下方 都会有一些干要的说明 有没有 计算范围中 包含什么呢 有个关键字 数字 也就是说 那个储存格里面 是数字的储存格数目 告诉你 所以其实基本上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 KONZER 那第二个答案的话 KONZER 非空白 那意思就是说 里面有资料 不管什么资料 第三个答案就是 KONZER 第四个答案就 KONZER KONZER 加1V 1V的话就算了 如果是 比如说大于30的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用KONZER 试试看 KONZER 然后怎么做 一 先用KONZER 二的话 VALUE 它可以选好几个范围 我们选一个范围 就这个范围 把它选起来 跟他讲说 你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的数字 帮我算出来 所以呢 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第一个 把这个范围 先抓到这边来 那你会发现 它就是一个阵列 有没有 159 有没有 就159 一直帮你排 那一定的大瓜糊 大瓜糊结束 每一个 每一个 然后他做什么呢 其实就帮你把这里面 是数字的部分 算完之后 告诉你说 里面有53个 其实他这函数 主要 当然就是你给他 一个他要的范围 他给你 你要的数量 什么数量呢 就是数字的数量 OK 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算完 53个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主要就是说 我们学习以色 主要的目的 当然就是说 你要懂得去找到 对应的函数 去解决你想要的那个答案 而不是说 叫你用人工去做 就是跳舞 不要用人工 只要是 需要用大量人工 来做那些事情 其实你就有必要知道 用哪一个函数 可以解决你要的那个问题 你就不需要用眼睛 第二个问题是有资料 有资料的话 一样 我们用 Count A 有没有 Count A 然后一样把这个范围 选起来 然后按确定 5199个 所以其实如果问说 那里面有几个 有资料的 不是数字的 这个是数字嘛 那这个是有资料的 它有资料里面包含是 数字也包含是非数字 所以如果你要找非数字的话 就是把Count A 减掉Count的结果 不就是非数字的部分 那Count Blank 就是里面有几个空白的 里面像空白的 你可以用什么Count Blank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刚刚讲到这个Count Blank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一样把这个范围告诉他 你帮我算一下里面有几个空白的 他告诉你七个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七个啦 OK 那里面有几个是大于30的 那大于30的话 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很重要的函数 叫Count If 它其实 顾名思义嘛 Count就是算几个 If就是条件 也就是说 刚刚是只是单单 是帮你算数字 但是那这个地方 是帮你算 但是有一个条件 一幅 所以它的 这个 问题会有两个 一个是Range 顾名思义 你看到Range就是范围 范围给它 这个范围里面 选错了 再选一次 这个范围里面 多选一个 这个范围里面呢 Criteria这个是条件 你的条件是什么呢 大于30 所以你这边 直接输入大于30 那你把它移开 它会自动帮你加前后双赢 也就是这个 这个条件 Criteria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要是一个文字 OK 只是说你没有加 它会帮你加 但是你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 它里面是放一个文字 那它就会帮你把 这个里面是大于30的数量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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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算 总共有7个 帮你把7这个数字呢 帮你按确定之后 就放到这边来了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呢 后面 我们其实主要 像后面的刚刚提的 乐透彩这一题 如果要算1 在101年出现的次数的话 诶 次数哦 那不就用什么 用刚刚那个康义服就可以了 告诉他说 你帮我找1号 在那个范围里面找找看 那再把2号 所以其实这边可以向下填满 先抓第一个 再抓第二个 全部就算完了 然后呢 几率怎么办呢 再除以它这个范围里面 有几个 有几个什么 有几个数字 就又算完了 OK 所以这一题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开启这个数学函数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这一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 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